为了应对2019冠状病毒的疫情,同时都是平衡市民在社交活动的需要和社会经济的需要, 政府今天是就着业务和厨所,禁止群组聚集和配戴口罩的指引和指名是罕衔。 新一轮的社交距离措施在8月28日凌晨生效到9月3日, 政府是会谨慎逐步和有罪去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的措施。 关于配戴口罩修定规例的细节,我都解释了, 因为实在很难将每一个可能的一些活动,特别体能活动都写出来, 因为实际上会有例外的,所以在决定修例的时候, 都是用一些比较概念式,统称的方法去做。 当然在执行的时候,如果写得这么阔, 执行的人员都会有一些指引, 所以其实政府在相关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指引给一些执行人员。 其实一些,我想市民容易理解剧烈的运动, 真的消耗体能有在室外做的, 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一些,比如说跑步,即是急步跑那种, 或者一些球类,那些真的会比较消耗体力。 你说只是散步,走得很慢的,做一些伸展的体操, 那些一般来说都不会觉得是一种消耗体力的活动或者运动, 所以是有少许判断在那里的。 在过程当中,我想执法人员应该最初可能都要比较大人性处理, 都理解市民这方面的需要。